在我到纽约生活一段时间的话 很多东西对我还是有这个成绩的 有两种思想它会产生抛照 它会在你的观点上产生一些影响和改变 你觉得你在作为纽约客 纽约对你的未来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或者是你因为到了纽约 你对自己未来有没有要做一些改变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 最大的应该说是比较震撼我的内心的是 他们很乐管任务的时候都很乐管 他有自信 对然后觉得像我自己没有那么自信 但是我去接我的客户的时候 不管他们现在的公司的一个处境是怎么样的 他们都很乐管 即使有空的他还是一人在微笑一人想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而且他们的那种自信是从五岁里散发 我有时候就觉得美国人贫上他们自信 他为什么那么自信 但是你会被他们的那种自信感染 然后你也会变得很自信 对我觉得我现在做什么都会很自信 大陆在课堂上就是说今天这个题很难 然后你也不怕错 你会用胆去做它 只要你做的差不多 然后老师你做的不好 没有人说你不好 但是只要你做对了 你一定会成功 我就知道你会受到很多的责义 对 所以更加的激励 因为我是很喜欢美国人的这一点 对 而且还有一点是 特别喜欢他们高效率 比方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OK 一点 两点 三点 非常有清晰 非常有条例 我们就来这样做 然后不会浪费时间 就说一开始我的责义很多 可能如果这些事情进去 我教育来就做 没问题 然后你完全自己能行 但是有人跟我说在美国 那些事情的时候 效率是比较慢的 我觉得我遇到的 比我还是效率慢高的 因为 结果是这样理解 为什么他们觉得效率慢 就美国它是一个 特别讲按制度办事的人 按办事情的这样一个国家 任何复杂的事情 或按制度办事情的办法 都会很简单 凡是效率慢的 可能就是说 有的人他不太适合这个程序 不太适应这个程序 或者是他们不想接近 对 然后他会觉得效率慢 就固定要按照他的游戏 规则来做这些事情 在美国一边是很快速的 我遇到的基本也是 就是如果这件事件 正确的事情 可以为我朝这个团团去做 纪念纪念下来 我觉得效率非常非常高 对 因为相对来说 在国内的 做的科目比较少 但是我们就会不会像这个 沟通 他经常会给你很多问题 然后你跟他讲 这些事情可以吗 他说OK 没问题 但是当他交给你的时候 他是不可以的 但是美国的科目不一样 就是说 但我问他这个事情可以吗 他说可以 那天绝对是可以的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 就是你信来 你就觉得他给你的答案 这就是他 对 他也叫 那他不会变来变去的 对 这个应该叫做七月精神 对 七月精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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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